這個節目也不能送給你贊助的贊助 不可以 可以派我去在那邊看 不行 他會覺得都剛練出 大家好 我們是 小本住所 你看這個禮拜就是今天一次錄幾集 一次錄好幾集 一次錄好幾集 現在幾月 現在九月 九月有一個重點什麼重點 報明日文檢定 趕快去報 沒錯 趕快去報 你現在看到這一集的時候已經怎樣 差不多都剪止了 已經來不及了 好嗎 好像到十二十三個都忘了 反正你看到這一集已經來不及了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所謂是 世界各國的日節 對 世界各國的日節 我們有台灣學生嗎 有 那可以到我們看會不會是什麼 我們有香港學生 有 澳門的 有 中國的同學 有的 馬來西亞 有的 都有 沒錯 有沒有來報我們的留學 有 香港的同學 澳門的同學最近很多 沒錯 中國的同學也開始有 馬來西亞的同學也有 沒錯 有沒有來上美日文班的 都有 也有啊 也有香港的同學來上日文班 或什麼的 澳門的同學 馬來西亞同學 然後呢 本事務所的日文班是 號稱什麼班 N5不通過班 N5不通過班 然後這個N5都不會過 懂嗎 因為你根本不會去考 沒錯 我們N5不過班 N5不過班 三個月N5 老師三個月的N5 我們三個月沒有辦法和你 顧不了 顧不了 因為你不會選報 所以同學們就會問啊 馬來西亞同學也會問 中國的同學也會問 台灣的同學也會問 我們後來才知道 這些區域不太一樣 第一個 我們先聊聊 台灣的 台灣的部分 台灣一年考幾次 一年考兩次 是不是 上午考什麼 N3、N4、N5 下午呢 N2、N1 所以我可不可以那種 早上報N3、下午報N2 沒問題的 我可以早上報N5 下午報N1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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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理論上可以達成 理論上是可以的 是不是可以 早上跟下午報 沒錯 這是台灣的第一個特色 那第二個特色是 台灣我們報名 簡單嗎 簡單 上網 愛你按是不是 愛你按 然後去獎費 就好了 是不是 就很輕鬆 來 我要聊一聊 中國跟馬來西亞同學的 慘況 神奇之處 他很慘 馬來西亞很辛苦 還有中國同學很辛苦 我後來才知道 某一些區域 他們的日檢考場 是有名額限制的 有限定就是了 每次考日檢 我聽他們說 就跟五月天搶 演唱會門票 還有將會 將 將會五月天 那種 那個網站一開錢 就這麼 對 跟買PS5一樣 對跟你說之前一樣 為什麼你們要搶 那個什麼 考場名額 他們聽說考場名額很少 後來才知道 原來中國跟 馬來西亞還有一些區域 你們的考上是比較少的 我有點忘記啊 就 如果我記錯講錯 就當我亂說 我記得好像馬來西亞 那一師同學就說 欸 同學你要考什麼 他說他想要考N2嘛 嗯 我說很好 那就去考N2啊 怎麼了嗎 我就說 但是 好像 只有60個銀額 而滿了 天啊 整個馬來西亞只有60個銀額 馬來西亞比台灣大 八 我第一名不好啊 我也不知道 應該比較大 就是我知道 馬來西亞跟新加坡很近 就 我就有點意外 就只有60個 然後我就說 嗯 那 馬來西亞沒有 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報嗎 他說對 好像只有一個地方 有在考場 好像只有首都才有考場 然後那個考場只能報60個 滿了就沒了 天啊 是怎麼樣 你們是沒有 先考老師嗎 還是露營機不夠 露營機不夠 你講啊 我們事務所還是有 錢買露營機給你拿上的 我就覺得很意外 天啊 然後中國同學也是反想說 啊 你都不知道中國同學的心 我是不知道 真不對 他這樣冒名人太多嗎 廢話 當然人多想要搶啊 人多人搶 有大頭鬼啊 顏色啊 你那麼可愛 天啊 我就說 有什麼好痛苦 他說他們要去 很遠很遠的地方 啊 我說為什麼 你們在附近不是有考場嗎 他說他早就有額滿了 哦 他搶不到 天啊 然後聽說他有那種帶抱房 那個演唱會一樣 所以我就突然覺得台灣好幸福 我就隨便亂抱 還在那邊選定 最後一天還抱得到 還 然後好像用抽籤的方式 所以 第一個 要分享就是 台灣可以上來跟下午考 沒錯 中國還有一些區域 他們的考試是有你們的限制的 他們同學們 最近最常問的是什麼 就是日本考日前怎麼辦 你們這個10個有8個都會問 沒錯 為什麼是不是有10位入行人 對 每年最尷尬就是 10月入學這一批 還有哪一批 4月入 4月 因為4月入學 你有可能有機會是可以來得及報名 嗯 可是10月入學的話 你就很難大 因為你還沒出發的時候 就要在台灣先報名 對 可是在台灣報名 你還是可以報 如果你在大概9月多的時候 打9月 你其實我會給你那個 宿舍的地址跟電話 你是不是就可以報名 沒錯 重點來囉 重點來囉 欸我們台灣是可以早上報名 對 同學就問 老師那我也 我在日本我也要早上N3下午 下N2 下午N2 然後有同學 老師我早上要N5下午要N1 然後你說沒有 這裡是那個 通過班 沒有對通過N5 沒有對通過N5 對 不准報 浪費錢 寧願你去報個N4N3 寫不過都不要報N 嗯 那個只是 浪費錢 我浪費錢 人才兩次了 對 然後同學就會問他說 他想要早上跟校尾行報 然後我們就這樣 這樣講 無理念事 一直搖頭 同學不行 老師為什麼不行 不是一起考試 不是 我們來看看 日本N1 1、2、3、4、5 1、2、3、4、5 來 這個是幾月幾號 我們大聲的念考 2022 12月4號 心情爆喔 嗯 雖然你現在看到已經來不及了 反正你在事務所 你這裡的文件 就已經看過了 沒錯 來N1幾點考試 N1是12點半開始考試 考第一堂嗎 N2呢 N2也是12點半 N3呢 12點半 N4呢 12點半 N5呢 12點半 你有沒有發現有幾點 全部都同時間考試了 他可以你分身嗎 大不行 所以說 所以有同學很緊張 他跑去問那個學校老師 對 學校老師有點這樣子喔 疑惑 還好 那有的學校老師是台灣人 他們或是中國的老師 或是台灣的老師 他們知道這件事 所以他就有點疑惑說 你這樣可能會來不及考試喔 嗯 然後同學就說 沒關係老師我努力 我來得及的 你來不及的同學 所以你來不及 對 我演忍者嗎 哈哈哈 一分身 一分身四個考場 不行 可以嗎 所以日本可以早上考N3 下午考N2嗎 不行喔 可以早上考一種 下午考一種嗎 不可以 第一個日本行不行 不行 不行 第二個 日本的考試 從 假設我們以N2好 嗯 他們考N2的同學是比較多 對 他從幾點 12點半 一路考到幾點 考到下午4點15分 考兩次嘛 然後中間是 2點半 休息到3點10分 3點10分 所以他考一整天 台灣只有考怎樣 考半天了 所以像同學們是不是 在考試的時候 就會比較 稍微緊張一下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半個 日本時差台灣多少 1小時 所以 2點30分 他們考完的時候 台灣幾點 1點30分 1點30 對 1點30 台灣考試的沒 還沒 你有幾分鐘了 你有幾 幾 不准 不准學泰國電影 不准 不准 不准喔 我只是告訴你 有這個情況喔 好不好 我們就只有解讀文件 沒錯 我們沒有教你做什麼事 對 大家加油 阿不行 喂喂喂 作弊國際犯罪喔 不可以 FBI有抓耶 不信 對了我後來研究一件事情 就是這種國際犯罪 這個作弊是國際犯罪 FBI抓起來BB 不可憐 同學這個我們30分鐘怎樣 好好休息 對 好好休息可以作弊嗎 看自己的書 可以問同學嗎 不行 可以派一個很勤的 你先去日本考嗎 不可以 可以派我去那邊考嗎 不行不行不行 同學都該念書 不要同學還是不講 對 好啦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世界各國之間 好啦 沒事結束到人家有什麼 請大家訂閱 按讚小鈴鐺 不准作弊 你聽到嗎 不可以 還好我現在大家 已經發現這件事情的長期 沒有辦法叫我 那我只把朋友去靠你 好啦 最後跟大家說什麼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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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拍子 小鈴鐺 插 你 可以 你 在這尾巴 哇 不會 其實 很準確 我知道